你们平日里 就是这么欺负人的吗 人本无贵贱之分 可有人甘愿自倾自荐 一辈子当个奴才 还非要踩在别人头上 找那一点乐子 看到别人过得困苦 就这么让你快活吗 小姐 您别当真啊 这不哥几个 想替二小姐出出气 对您我们肯定是 绝无二心的呀 今日你敢对谭台劲这么说 不过是其他无人平意 哪日叶家败了我 你们是不是也敢对祖母爹爹 对我这么说话 不不不 小姐 不敢不敢 小姐 不敢不敢 二小姐 教训得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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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吃这个 二小姐 二小姐 人不吃饭是会死的 这些东西不干净 那些家丁都不知道 往里面加了什么 你吃完会生病的 比这个更脏的我都吃过 他们方才那样说你 你连句反驳都不会吗 你一个君王之子 任奴仆其辱 你一点羞耻之心 都没有吗 羞耻之心 那种东西对我来说 毫无意义 比起羞耻之心 还是这碗饭来得更重要 野兴物 你跟我走 没有这口饭 我可能会死 但若有了羞耻之心 我根本就活不到今日 少废话 跟我走 把这碗饭吃了 然后该干吗干吗去 不要整日病奄奄 瘦骨伶仃的 一个不小心就病死了 二小姐这套伎俩已经用过一次了 我若是再上当便是活该 二小姐 恕不奉陪 坐下 什么伎俩 你把话说明白 二小姐方才问我有没有羞耻之心 这种东西 二小姐你自己怕是也没有吧 好啊 既然你让我说 那我就再说一次 好 你说 半年前 七夕宫宴 你姐姐和萧领在宫中相会 携手游园 而你呢 你却一心想要拆散他们二人 独占萧领 不知从哪里 弄来了一副 名为杰春残的迷药 准备下给冰长小姐 与武殿下萧良 想叫他们二人 生米煮成熟饭 可不曾想 萧良那日将我的 今日宫中燕饮 就连宫女和太监 都能开开婚 你该不会 还饿着肚子吧 也罢 谁让我这个人 向来菩萨心肠 这点心 就赠予你吧 多谢武殿下 真是不巧啊 不知你最近听说没有 近来景圣屡有交兵 若父王经谁提醒 想起你来 把你沙头祭齐 也不是没有可能吧 哎呦 忘了 你喜欢吃碎一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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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